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回看2023年的经济最坏状况过去了吗 从美国联准会到欧洲央行的主要官员 都相继警告不能太早降息 以免通膨卷土重来 以美国来说 去年最后一份通膨数据仍然是超出预期的 家户跟商家也持续的为高物价所苦 至于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 虽然躲过了衰退 可是去年全年的GDP萎缩了0.3% 就连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动漫展上 角色扮演者们也纷纷讨论 置装费变贵的话题 从电玩游戏斗阵特工 到以冒险战斗为主的萨尔达传说 甚至还跟自己的宠物服装搭成套 英国的动漫迷 精心打扮成自己喜爱的人物角色 齐聚在伦敦 这场针对动漫 角色扮演游戏等的大型推理小说大会上 话题则离不开这件事 过去一年的经济负担有多沉重 各国纷纷公布2023年关键数据 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去年全年经济萎缩0.3% 高通膨高油价外国需求疲软都是原因 好消息是在年底惊险躲过一场衰退 不过上周六 欧洲安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太快降息可能点燃新一波通膨 刺激周一 德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攀升 欧洲股市普遍收黑 美国也公布2023年的最后一份通膨报告 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4%超出市场预期 电费、油价、房屋租金和食品价格都是压力所在 对一般店家来说 也在想方设法节省成本 除了整体数据的影响外 华盛顿州最大城西雅图 则有一条全新针对美食平台外送费的法令生效 如今这条新法令 预计能让西雅图约4万名外送员受惠 内容除了确保基本底薪外 病假也有钱可领 渴望填补疫情以来 每一笔订单的收入越来越少 只不过这条新规上路后 也惹来商家和顾客的批评 认为会让外送费变更贵 欧美民众还没脱离高物价之苦 但没比较没伤害 在南美洲2023年通膨率破百的国家 不止一个 委内瑞拉数百名教职人员 在1月15号教师节这天 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抗议 要求调张每个月和台币 只有110多块钱的薪资 就在同一天 委内瑞拉总统在对国会 发表年度演说中 赞扬去年一年的经济成长 并乐观预测 今年会攀升到8% 但就在马杜洛看好经济前景之余 也不忘算一下 阿根廷的新总统米雷伊 以2023全年的通膨率来看 委内瑞拉已经从前一年的 百分之两百三十四 降到百分之一百九以下 相较之下 阿根廷去年一整年的通膨率 则飙破百分之两百 至于非洲 身为最大经济体的奈及利亚 经济还没重回成长 通膨先恶化 最新公布的去年12月 CPI飙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九二 创1996年以来新高 更是连续十二个月攀升 不让通膨卷土重来 这场无形的战争 各国继续奋战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